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夜听 我是刘晓 晚上十点 向您问好 今天有一位听众跟我留言说 刘晓你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自己也正在创业 他说呢 他也正在自己打拼 他就问我说 不知道我在创业的路上 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 就是常常觉得很累 不仅仅是身体累 心里也累 特别是看到身边的同龄人 甚至很多比他年轻的人 都取得了比自己好的成绩的时候 他就很羡慕 内心也很着急 着急为什么自己做的不够好 是不是自己不适合创业 而是应该找一个安稳的单位去上班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把内心的想法跟我分享 你没有说你有多大年纪了 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年轻的 你的这些想法 我觉得都很正常 其实我也有 我也有着急的时候 也会有羡慕别人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会有羡慕别人的时候吧 即便是马云 我想他也一定会非常羡慕马化腾 人家把社交软件做得这么好 小米的雷军 他也一样会非常羡慕苹果公司的团队 和苹果公司的技术 我们既然选择了创业 选择了奋斗 就要面对不安定 就要面对竞争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们能否坚定信念 把自己的路走好 这个就真的要看每一个人的决心 勇气 气魄和能力了 前天我在人民日报的微信上看到这么一段话 我读给大家听 我们曾如此羡慕那些说走就走的人生 光鲜亮丽 潇洒自由 可随着年岁的增长 却发现没有谁真的可以肆意一辈子 任何人的光鲜亮丽 必有他该面对的艰难险阻 任何人的潇洒自由 也有着难以言说的苦楚 生活无非是经历无数的大风大浪 最终找到一条回家的路 所以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 其实都是为了一个字 假 在奋斗的路上 别忘了为谁奋斗 别忘了为什么奋斗 哪怕慢一点也没有关系 我待会要给这位朋友播放一首歌曲 我想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 都会有过歌曲里面唱的这种感受 当夕阳照亮了肩膀 一寸寸缩短着梦想 城市里闪烁的灯光 哪一盏是为我而亮 当我高举理想的火炬 天空却刚好下起了大雨 当我立志要改变世界 才发现世界已改变了你 当全部都随风而逝 心中留下一把尺 两一两经过的青春 问一声 到底值不值 当夕阳照亮了肩膀 一层层挫断着梦想 城市里闪烁的灯光 哪一盏是为我而亮 命运啊 能否改变此象 给我不会坠落的翅膀 在天空 陆里的飞翔 沿着从不平淡的方向 当我高距离想的火炬 天空却刚好下起了大雨 当我面对心中的自己 越来越感到陌生的恐惧 当我立志要改变世界 才发现世界已改变了你 当我不再恋少和轻狂 是否还拥有追梦的勇气 这缠流不息的人生 就像一首抒情的诗 曾经写下千言万语 最后还是一张白纸 当所有都随风而逝 心中留下一把尺 凉一凉经过着青春 问一声 到底值不值 朋友 请相信自己 时间会证明 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困难 挫折和痛苦的经历 在生命里 一定值得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刘晓 晚安 当夕阳照亮了肩膀 一层层缩短着梦想 城市里闪烁的灯光 那一盏事为我而亮 明明啊 能否改变思想 给我不会坠落的翅膀 在天空 努力地飞翔 沿着从不平淡的方向 当我高距离想的火炬 天空却刚好下起了大雨 当我面对 当我面对惊重的自己 越来越感到陌生的恐惧 当我理智要改变世界 才发现世界已改变了灵 当我不再年少和轻狂 是否还拥有追光的勇气 这传流不息的人生 就像一首输情的诗 曾经写下千年万语 最后还是一张白纸 当所有都随风而逝 心中留下一把尺 两米两经过着青春 问一生 到底值不值 问一生 到底值不值 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